我开始是做犯罪学刑法这方面的研究 来到香港之后开始对一些国家安全这方面的罪行开始有兴趣 从那开始就开始关注言论自由、行文自由等等 慢慢慢慢地就开始走向公法 也有力从刑法、犯罪到公法转型吧 第一个我们的语言不同是英文教学 第二个我们这老师比较多元 能得到的信息肯定会不一样 我们这教学从本课到硕士 还是比较怎么说务实吧 我们教学的目的是将来大家到法律市场去做一个律师 这是真正我们绝大学生的一个期望 就是大家能够来充实一些知识 让我们在每一个行业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并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并不是为了一个学位而读一个学位 读书莫律师能够出去以后 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律师 我们的项目其实上是每一个项目都比较小的 除了MCL比较大之外 也许说的关注程度会多一些 然后我们跟校委群大一些 这方面的从就业的角度 也许从法学院的层面能给予的帮助会多一些 我们的老师来自于世界的各地 从北美的普通法到英联邦的普通法到大陆法系的很多 国家地区我们都有我们的一些老师在这 这点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的话 我们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而且我们在普通法的一个边际地区 同时我们也是在中国大陆法律的一个边际地区 就是两个大的循环区交接的地方吧 我觉得能够了解中国也能了解世界 我觉得内地的学生出来走一走还是挺有收获吧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大学 出来的感觉我觉得感觉挺不一样嘛 看看外面的世界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那种环境和不同的人一起去重新学习法律 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大家都说海阔天空 都把你出来看一看 你可知道到底天有多高 地有多宽 我觉得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你没有一个参考的坐标 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 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不试一试 你也不知道到你这个世界 你不知道的东西到你有多少 我觉得往往就是出来看一看 也许最后还是决定回去 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但是来了之后会有一个不同的事业 我觉得现在这个趋势也比较明显吧 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 迫使我们去考虑一下以后的空间在什么地方 中国的崛起 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中国的巨大的法律市场 会需要很多的法律人才 去英国或者是美国 不管是都什么都接地 LM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要回来的 对吧 都是回到中国大众化这个市场 那如果香港有这个市 这个市场在那 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有机会去学习 能够了解香港和周边的 政治经济社会的状况 让你提前能够适应这个社会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还是一个帮助吧 香港的三所法学院 在世界的排名也不低 表现也挺不错 实际上 如果大家是 目标是成为一个律师 在美国的法学能学到的 在英国的法学能学到的 在基本上也能学到 往往律师是一个经历的过程 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那你早来早适应 早进入这个领域 对大家恐怕还是有好处 大湾区以后 未来四年二十年 我估计是世界上 最兴旺的一个地区 我觉得前景最好的一个地方 有一点点像美国西部 淘金的那个时代 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真实的要抓住这个机会 特别是 这不是对内地的同学 我觉得内地的同学来 还容易适应一些 我是说对香港的同学 抓住这个大湾区的机会 能够有一个立脚的一个空间 对长远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在香港或者是大湾区 从事律师业务 也是一个挺好的 在香港的路律 其实也不一定局限于 那个律师吧 这个机会会很多 这一块你可以看看 未来二十年 在像二零四七前后 这个四五十年时间 正常发展的话 应该是非常有希望 有很多机会 律师实际上应该是走在 整个发展的前列的 这个职业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 能够锻炼人吧 这个地方是香港的 我们至少我们这个法律学院 或者香港大学 还是一个非常职业化的 比较专业的一个地方 大家来就是工作 对自己的工作人力 学术能力 都会有很多提高 最大的特征我估计就是 大家不会有太多的 繁琐的 办公室的一些小的政治问题 大家来就是非常 专注自己的事业 做研究 有时候大家都在做一些行政 做自己的教学 做完了然后 比较单纯 比较单一 生活也不是很复杂 在这里呢 香港的优势也好 它的局限也好 就是工作语言 就是英文 所以多数的时间 大家都是用英文在 和大家继续联系 所以在国际交流的层面 当然会很多 能够的学术 国际的学术舞台 能够有一定的影响 和能够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在香港能够 跟内地的高校 有很多的联系 所以在这个方面 也能保持很好的沟通 来的时候也没选择 当时来香港就来了 对吧 来了以后 为什么来了没走 这就是一个问题 当时来了就是香港 其实我来香港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香港 是个什么样子 来了 也当时来的时候也没打算 就是说再长期待下去的 一国两制刚刚开始 觉得这个地方空间挺大 这个地方很有吸引力 从做一个华人 能在香港工作生活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